如果你用相共的函数可以用VILO函数啦 不过VILO函数它也只能找其中一笔 那你如果要找下一个的话 你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了 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总表 就是说呢 问题05这个范例 我如果我的需求很简单 希望呢一键完成查询资料的目的 那查询的结果呢放哪里比较好呢 其实就放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呢比如说我今天啦 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是觉得如果你用其他的方法 手动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那如果说我希望能够快一点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个当我这个做完 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我先把这个 demo一下 假设我今天要找谁 找某个人菜头好了 那这个我希望我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 第一个跳出一个输入方块 当我输入之后的话呢 它可以自动怎么样的 我的需求是有一个x去接它 所以这个input box 丢给这个x 那x的话呢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储存我现在输入条件 那这个条件的话 至少后面的x变数 会有几个作用 1丢给那个我们的刚刚讲的这个筛选 筛选的这个功能 它会有一个条件叫criteria 它有1跟2吧 1的话呢是第一个条件 那criteria 1就是 第一个条件是查什么 查菜头 那它就用筛选的方式 帮我把菜头留下来 那我后面其实可以录制聚集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c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到最后面 那这里的话呢 那你可能需要 还有个概念 这个工作表的概念 就是如何新增工作表 那这边的话 你如果用录制聚集 它一样会帮你录下来 shits.add add的话呢 它后面一定要告诉它 就是before或after 意思就是说 你要放在工作表的前面 还是后面 那录制聚集的话 好像是录出after 不过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before before哪一个 你告诉shits哪一个工作表 它会帮你放到那边去 可是呢 放到那个工作表 它的名称不对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利用菜头名称呢 用那个shits里面 有一个属性叫.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x 就把菜头名称给它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把资料贴到 那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再回到前面 把筛选的功能取消掉 就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这地方我statement一下 按确定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瞬间菜头的资料呢 就会在我们的那个 这个工作表出现了 那它回来的时候呢 里面 也会又恢复正常了 那等于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啦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功能 全部整个带完 所以你感觉好像一下子 当然你如果要找别人啦 找小咪啦 找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 那这个就所谓的筛选业务 当然未来 你们筛选业务做完之后 其实还可以延伸到筛选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只要是文字资料的筛选方式 都跟筛选业务一样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改 基本上改一两个地方 我记得好像栏改一下 那其他的那个名称改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 又产生另外一个查询的功能 那当然如果你要查日期跟查数量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总价订单数 订单的数量 预估 像这些数 这个只要是数字的话呢 稍微有不同 其他大概字都相同 那我们怎么做 一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做什么呢 录制聚集的动作 所以在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完成的画面 大概示意图啦 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在这边 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 就筛选业务 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 那再来的话 输入之后呢 会产生 那怎么做 就是一 先利用那个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后面这些动作呢 分别完成 那总共呢 我们也总共有九个动作啦 不过这个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用VBA撰写 不过大部分同学 可能在VBA的撰写能力上面 还不足以说 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时候 或者是说 即便你熟悉VBA 但是有一些像筛选功能 你可能还不熟悉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录制好的结果拿来做修改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还蛮好的策略 因为在跟其他的语言比起来 其实VBA一个优点就是说 他提供了一个录制聚集 产生VBA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为其他的那个语言 他没有办法说 有些你程式不会写 他会自动帮你写出来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还不错的特色 可以帮你产生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刚刚就是 利用那个录制聚集之后再来修改 那我录制哪一些东西 大家简单叙述一下 1按下录制聚集之后 把这个名称也许改成什么 改成叫筛选业务好了 OK 筛选业务 然后呢 这边因为我刚刚已经录好 我把它筛选业务2按确定 那动作的话呢 基本上你们尽量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 不过你也不是说一定要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你只要大概逻辑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那我大概demo一下我的做法 1我先按确定录制聚集 2的话呢 我做什么游标放在C外也可以了 只要放在第一列就可以了 然后呢 利用录制聚集 利用那个什么筛选 切到筛选 然后点这边一下 选取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菜头好了 那他会帮我录一下什么呢 他的条件给他 菜头游标出来之后 按一下这个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呢 Ctrl C Ctrl C之后呢 新增工作表之后的话 把资料贴上 再利用什么呢 常用里面的那个格式的自动调整栏框 调整完之后呢 把这个名称呢 改为叫菜头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菜头 因为呢 原来已经有了 所以 如果已经有了 那你还再一次Enter的话 一定会产生错了 这个如何产生 避免这个错误 我们待会再讲 所以我先改个名称好了 菜头2 Enter 好那再切回来 把筛选情况怎么样 把它取消掉 所以记得把这个筛选 再取消一下 那最后呢 游标呢 怎么样呢 就移到 最好是移到 因为现在 游标是在比较下面 那我们通常会把它移到哪里呢 移到那个A1的位置 所以它会录一行 是Range A1点子类测 然后呢 录制完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 停止录制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录下来的结果 你可以从那个 这个聚集里面找 按编辑一下 OK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修改哪一些地方呢 我是建议 就是习惯上 我的习惯一定会 录完之后 再到那个聚集里面编辑 然后第一步呢 先做注解 注解就是你刚刚的动作 比如说我第一个动作怎么样 游标放在C1好了 然后呢 第二个怎么样 我做筛选 所以筛选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呢 对应到VBA的话呢 它实际上 只有一行程式 就这个 Selection 点AutoFilter 不过其实 我觉得它录制聚集 有的时候会 太繁琐了 点Select 之后 有一个Selection 那实际上 Select Selection 有的时候 干脆你不用Select 也不用Selection 其实有的时候 你简化的话 这样就可以了 Range 也许C1 点AutoFilter 就好了 不用两行 一行就可以了 不过 当然这个部分 两个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如果你想要简化它的话 其实我常常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就是Select 在Selection 那你倒不如就直接针对 那个Range 去做AutoFilter 而且你会发现 在C1这边点一下 你打一个Auto AutoFilter 你会发现 它这边其实也会AutoFilter的方法 也就是Range 其实也可以做AutoFilter OK 然后呢 当然这个地方可改可不改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再来呢 针对这个ActiveStreet 里面的Range A1到L250 做筛选 那筛选的话 特别是后面 总共会有两个参数而已 其实因为我们刚打工 没有做比较复杂 所以呢 里面它只有产生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第几栏 所以Field 有没有 第几栏 那因为呢 我们的那个业务呢 实际上是在第三栏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是只有针对业务这一栏 去做筛选 那当然未来 如果说呢 你希望呢 筛选的不是第三栏 而是第四栏 像什么产业别 其实你只要怎么 改一下就好了 改成四就可以了 如果其他栏 那后面的话呢 有个Criteria 1 特别说 这个是1234的1 这意思就是第一个条件 那当然呢 后面还可以有第二个条件 Criteria 2 不过中间呢 它还可以再加一个参数 叫什么 Operator吧 Operator好像 就是你还可以再加上连击跟交集 所以连击跟交集 说你第一个条件跟第二条件 是要连同时出现呢 还是两个就是END是交集呢 还是连击 那这个什么时候用到呢 通常是跨不同栏位 比如说呢 业务姓名是某一个人 而且呢 他的什么呢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客户啊 是某某银行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在后面再加啦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后面再来看多重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把它做筛选之后 第三也许游标放在A1做什么了 因为我选找到的菜头 然后呢 选取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一下 复制之后 复制 其实复制的话是针对什么 那个Selection去做复制 然后呢 再新增工作表 所以第五 不过呢 新增工作表 他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新增到后面 Active 不是这地方的话 我建议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哪一个工作表 那一般习惯是 加上一个那个什么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许词 哪一个许词呢 就是最后那一个的后面 所以通常会什么 许词点抗 那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最后一个 然后 重新命名 我建议是放在上面好了 这个例子 这几行 我建议是 先放在上面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它重新 这个选取记得把它拿掉 那个点面 哪一个重新命名呢 我可以把这个 最后那一个 把它改一下 这个slice拿掉 最后的话呢 add 重新命名 然后贴上 自动调整栏宽 我想这个中间呢 请各位也自行再加上那个注解 然后 这个地方 其他的话呢 底下有一些程式 其实一定可以删的 像Active window这些 其实只要是卷轴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删掉 最后游标把它怎么样 记得最后呢 再把这个 什么呢 这个筛选功能 把它关闭 然后游标放回到A1 大概流程是这样子 那另外呢 因为为了让这个 查询 可以是有变化的 所以这个地方菜头 假设这边 假设也是菜头的话 那记得在这边加一个X X等于什么呢 等于Input Box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请输入 业务姓名 业务姓名 OK 然后 后面加一个后刮户 那可以利用Input Box 去取得使用的输入资料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它填的资料 再去修改什么 Criteria 1 这样子它查到的资料 就会是针对你要的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Add 有没有 新增一个工作表 也可以把它改成X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 做出像刚刚讲的这样子 就按下这个 然后呢 比如我再换一个 找小咪好了 那你会发现 它很快的 把小咪的资料放过来 然后呢 这个又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其实什么事都没做 只有做修改而已 所以请各位 稍微参考一下 五云端上面的这一段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建议是先彩排一下 不过 这一个录制的结果 其实 它可以当成一个范本 还蛮多地方 可以再做修改的 所以有些功能呢 假设了 如果你对于某些功能 还不甚熟悉的话 可以利用那个什么 录制聚集 产生部分程式 可以把它当成你要的那个部分程式 再加以修改 有的时候 比你自己重新撰写 可能会来的简单许多了 OK 因为很多同学呢 毕竟还是在VBA上面 还是有很多盲点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说 如何利用录制聚集 其中录制的时候呢 用的最重要功能是筛选 那其实筛选这个功能就有点像在 Excel里面 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 查出我们要的资料 并且把新查出来的资料 放在一个新的工作标里面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